嗨大家好,欢迎来到iPhone反中频道 当你的iPhone Wi-Fi无法连接 当周围的人都可以正常使用的时候 一定很令人着急吧 那这支影片你不能错过哦 我们将会详细讨论iPhone无法连接Wi-Fi的原因 并且为你提供5种解决方案 快往下看吧 方法一,重新启动你的iPhone和Wi-Fi路由器 当iPhone无法连接Wi-Fi的时候 重启手机是每个人都可以想到的方法吧 你可以根据你的机型再结合影片的教学进行重启 对于iPhone SE或iPhone 8以前的机型 请长按电源键直至装置出现关机的滑杆 拖动以关机即可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按下电源键开机 而对于iPhone X或之后的机型 长按任意音量键和电源键 直到关机滑杆出现拖动 等待一段时间后再重新按下电源键开机即可 还有记得要重启你的路由器或DSL调节器 先将电源通通拔掉 等待一段时间再重新插入即可 方法二,开启和关闭飞航模式 首先进入iPhone设定 看到飞航模式 将其滑动开启 一旦你开启飞航模式后 手机就会断开所有的网路连接 等待30秒之后再重新关闭飞航模式 此时iPhone会自动搜寻周围的讯号 如果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那你可以试试接下来的方法 尝试删除受损的WiFi连接 点击iPhone主萤幕上的设定 WiFi开启WiFi连接 查看列表中所有可用的网路 在不需要使用的网路旁边点击这个i图示 开始选择WiFi网路 然后点击忘记此网路设定 再点一下忘记已做确认 完成后关闭WiFi并重新启动iPhone 重启完成后再次进入设定 WiFi重新打开WiFi并连接 就可以啦 方法四 重置iPhone的网路设定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方法会删除所有的网路和密码 以及你曾经使用过的VPN和APM设定 前往iPhone设定一般 移转或重置 重置 重置网路设定即可 那以上方法都可以帮助你解决 iPhone错误网路设定的问题 但有时候可能是因为iPhone更新 导致了iOS系统故障而无法连接WiFi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使用一款万能的修复工具 iMyPhone Facebook 让iPhone与WiFi的连接恢复正常 它支援所有的iOS版本和装置 包括最新的iOS16和iPhone14哦 它还可以修复多种软体故障 深受用户的喜爱 快来免费下载跟着我以下步骤操作吧 首先安装iMyPhone Viz Pro 然后打开程式 启用USB传输线连接iPhone和你的电脑 然后点击标准模式 此时页面会开始下载属于iPhone的韧体 下载完成后请点击开始按钮 正式进入iPhone无法连接WiFi的修复过程 修复完成后iPhone将会重启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资料是不会遗失的哦 等待iPhone重启完成后 你就可以检查能否重新连接到WiFi啦 是不是很简单呢 快来下载试试看吧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在操作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说哦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按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